保齡你的責任跑不掉 能夠串聯起現在A13保齡 以及患者之間的關聯 就是我們3月24號第一時間 去現場所採集的激震 保齡中毒案有重大進展 台北市長蔣萬案宣布 終於找到蜜酵菌酸 連晚間台大法醫所也回報 對於目前我們所送驗的相關激震 有呈現陽性的反應 也就是上面有發現蜜酵菌酸 蔣萬案兩度強調保齡責任跑不掉 而這次關鍵採檢內容 3月24帶回生物環境激震 包含刀具砧板以及廚師手部 但究竟哪裡出問題 會從保存的監視器裡面 去做一個現場的還原 所採集到的這個手部樣本 竟然驗出了所謂的毒素的存在 那是不是我可以初步認定說 他就是一種食物已經遭到污染的案件 跟檢調的調查會有相關 所以很多的訊息可能不便在這邊揭露 是否為交叉感染 或者先後事序違和 檢調掌握釐清中 疑似涉及刑事犯罪 畢竟這起重大食物中毒案釀成 兩人死亡五人加護病房救治 甚至有患者得洗乾 高昂醫療費用及賠償 對家屬來說燃眉之極 健保沒有辦法來做一個給付 我們這邊也會由我們來想辦法 這邊來做一個支印 可能是先就醫療費的部分來討論 那每一個人的人身傷亡還有金額 這個可能就是要尊重家屬 另外按時三十七 由饒河用餐使的兩位民眾 因為協議未減出米酵菌酸 被排除裂罐 而整起事件隨著找到環境及生物 激震中的毒素一一解開 蟲蟲謎團 三十五 黃新城 我採訪也是小組 台北 怎麼的 保齡案 胡姓代班廚師 和周姓主廚全都列為被告 現在監警調查 認為廚房管理鬆散是問題主因 第一線機查員的回報 就已經有跟我提到這樣子的情況 產品的一些標示 雖然有標示 但是據說機查員抹了一下 那個標示的漆就掉了 所以標示那個機查員的回報 是看起來他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所以他在這方面也有限期改善 而且的確當下也有看到一些國載條 他是放在室溫之下的 研判保齡因為租約在三月三十一號到期 即將結束營業 加上廚房沒有標準作業流程 SOP 要求食材先進先出 甚至周姓主廚 將新舊食材緩放問題 導致代班廚師 務用已經出現毒素的代銷毀食材 才會釀貨 判斷起來可能是這個已經用完了 那些果粉或是其他物質 那這個是主要的元凶 再過來的話就要去了解說 整個烹調跟儲存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說比較異常的現象 代班廚師務主過期 或是裹條退兵放太久 都是檢禁追查方向 就怕保齡中毒案演變成食安懸案 薛瑞人強調一定會有結論 給大眾一個交代 三一新聞 綜合部導